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兵馆 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我和委员长同志四次会晤, 书写了中朝关系新篇章,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感谢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为我这次访问举行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 我今天从下飞机到抵达住处,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今年是中朝建交70周年,在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成前起后既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我又同金正恩委员长在平壤会面。 我这次是为巩固传承中朝友谊而来,为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而来。 相信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我们一定会共同剥话中朝关系美好未来, 共同开启中朝友谊崭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回顾中朝关系历程,可以深刻认识到,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 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 我们坚信,中朝有意符合两国人民心愿,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也是双方着眼长远大局做出的战略选择,不会因国际风云变换而动摇。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朝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面对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双方要加强高层交往, 为中朝关系发展引领航向。 我愿意同金正恩委员长保持密切交往,巩固政治互信,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大方向。 双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及时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为两国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中方愿同朝方深化两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建, 加强双方经济民生领域干部培训和人员往来。 双方要深化友好交流,为中朝友谊巩固发展,打牢根基。 中方愿同朝方继续落实好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 开展教育、卫生、体育、媒体、青年、地方等领域交流合作, 弘扬中朝传统友谊,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金正恩说,我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总书记同志百忙之中,在朝中建交70周年之际访问朝鲜, 是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政治支持。 在朝中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今天,平壤有25万多民众涌上街头,热烈欢迎总书记同志。 在当前形势下,总书记同志这次访问, 有利于回顾朝中关系70年历程,展望两国关系的未来, 同时可以向外界展示朝中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 我完全同意总书记同志对朝中关系的精辟分析和展望规划。 世代传承朝中友谊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我十分珍视同总书记同志结下的深厚友谊, 高度重视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 愿以总书记同志这次访朝为契机, 推动朝中双方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各领域友好交往, 把朝中关系不断提升至新的高度。 金正恩说, 今年是朝中建交7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双喜之年, 朝方愿同中方一道举行广泛而热烈的庆祝活动。 当前,朝鲜党和人民正全力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 朝方愿多学习中国经验做法, 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习近平积极评价朝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推动半岛无核化做出的努力。 习近平指出,朝鲜半岛形势关乎地区和平稳定。 过去一年,半岛问题重现对话解决的光明前景, 赢得了国际社会认同和期待,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朝美谈下去并谈出成果。 习近平强调,半岛问题高度复杂敏感,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准确把握形势走向, 切实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中方支持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为解决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 中方愿为朝方解决自身合理安全和发展关切,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愿同朝方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 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介绍了对当前半岛形势的看法, 表示过去一年多来, 朝方为避免局势紧张、管控半岛局势, 采取了许多积极举措, 但没有得到有关方的积极回应, 这是朝方不愿意看到的。 朝方愿保持耐心, 同时希望有关方同朝方相向而行, 探索符合各自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推动半岛问题有关对话进程, 取得成果。 朝方高度评价中方在半岛问题解决过程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愿继续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 取得新进展, 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谈。 朝方参加会谈的有崔龙海、 金财龙、李朱雍、 李永浩、金秀吉等。